台湾张芝细路与韩国缔结姐妹步道之后呢 成功带了践行旅游的人潮 接续在新竹县北浦乡与澳洲比部盟步道 签署友谊步道合作 未来要推动双方互访互设指标等 澳洲14位的成员也来台走访步道 感受客装风情 双方在看板上签上名字 客委会主委古秀飞也签名见证 张芝细路国家绿道和澳洲比部盟步道 在北浦正式签署友谊步道合作备忘录 促成双方的这个文化观光体验的这样一个交流 所以我们很期待在澳洲朋友来访的 这个五天十地走读细路之后呢 很快的我们可以进行实体的这个指标的设置 而且呢将来他们可以每年都会组传来 这边来体验张芝细路的这个特色 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和观光产业 因为2019年与韩国冀州偶来步道 缔结为姐妹步道后 就吸引了不少韩国人来台探访游玩 过去跟我们的韩国偶来步道有签署合作备忘录 也就是姐妹步道 那签署之后呢双方的往来非常的密切 特别是韩国透过旅行社带了很多朋友来台湾 我们的张芝细路步道来体验旅游 促成了一个观光旅游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澳洲是继韩国后第二条签署的友谊步道 将推动双方互访 以及友谊步道互设指标牌 澳洲十四位成员来台五天 深度走访张芝细路感受生态风景 也对客家菜的美味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有尝到素食者的一些客家的菜肴 那因为其中几位团员里面有素食者 他们也是非常感到喜欢 然后对于客家的炒竹笋 竹笋那一类的料理 水光须菜 然后还有就是蘑菇那一类的料理 感到十分的喜爱 成员徒步践行 也与在地步道工作站经验交流 深化未来的合作 透过友谊步道 提升国家绿道的国际知名度 也创造更多绿色经济